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一进入冬天 室外气温常常低于零下20摄氏度 如此特殊的气候赋予了哈尔滨丰富的冰雪资源 也因此被称作冰城冰块的冰 那不止如此 当地更有文明世界的四大冬令盛典之一 也就是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在今年刚刚开幕的冰雪节 那一共会推出百多项的特色冰雪活动 像是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 就是冰雪节的招牌活动之一 至今已经举办到第26届了 那这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雪雕赛事 早就已经不再是一场竞赛而已 而是各国冰雪艺术大师 还有雪雕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平台 在一片冰天雪地上 来自12个国家的29只队伍的参赛者 正在出具雏形的雪胚前 埋头苦干现役比拼 尝试用最简单的工具 将它们最精湛的技术和理念 注入眼前一座座的雪雕当中 虽然这些造型各异的雪雕 并不能够永久保存 但是参赛者们却甘之如頤 它不绝对 但是它是很快的 而且它是很兴奋的 而在哈尔滨里 亿万人都会看到它 所以这就让我开心 经过四天的激烈角逐 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总算圆满收官 不过一座座独具匠心的雪雕作品 还是会暂时保留在园区 继续和游客见面 为哈尔滨国际冰雪街增添亮丽的风景线 同样为游客宠上一场视觉盛宴的 还有哈尔滨市中心 赵林公园上处立着的一座座冰雕 精英剔透的冰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虚实如生的巨龙和美人鱼造型冰雕 尤其引人注目 这样精细的这种冰雕都已经被雕刻出来 我觉得那种真的很震撼 然后的话 我觉得哈尔滨或者是东北 都可以就是延续这种文化 再用各大平台去宣传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观看 作为冰雕和冰灯艺术的发源地 赵林公园总共设有大约280座的冰雕和冰雪游乐设施 展出的冰雕主打精致细腻 是游客到访哈尔滨赏冰雕的首选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冰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冰雕